一代爱宁 官方的素材真实口靠 盗宰必究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剑的话也是带紫色 每个皮肤下都是紫色 然后它的这个二技能 差别不是很大 好像没有六只剑 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大招 这大招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兵剑 它不像现在 这个后一个鸟之类的 它没有 兵剑它没有 是不是很炫酷 而且能够晕很久 无论是近还是远 它都能够晕很久 这是当时为什么后裔非常火 不是 为什么爱宁或者后裔 那么火的原因呢 近距离 贴着脸大到你 都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晕眩 起码有两秒 好 这边的话是第一代 第一代诸葛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第一代诸葛亮的话 它男人就是一个晕眩 和敌人节一样 这样的话就是 官方的素材的话 肯定是无敌的打人机 懂得三种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你还想看哪个重做 之前的英雄都可以告诉我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推荐